神中课 神中课 经历基督的真实 今天是11月13日 题目是《同心合意》 启示录17章13至14节 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 权并吸纳兽 他们与羔羊争战 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着羔羊的 就是蒙兆 被损 有忠心的 也必得胜 启示读17章 针对十国的这段预言 令人感到不安 很多人认为 它代表起每日临近的时候 各个政教合一 始于康斯坦丁大帝统治下的罗马帝国 又将卷土重来 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 启示录13章 十国兽头上的冠冕 在17章中并没有出现 这样意味着 政教合一这次 可能已经不是以 君主政体的形式出现 而是由一种 大黄的政权取而代之 我们今天的世界 显然符合以上的描述 从20世纪初期以来 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很多君主 已经成为有名无实的虚位元首 可以称霸几大洲的帝国 也只可能在历史课本中 才见得到 战后诞生的新兴国家 到现在似乎 仍然无法摆脱动荡的状态 碰上移民、勾盟问题 便会显得猶而不决 战争这只丑恶的怪兽 始终蠢蠢欲动 在这种局势之下 主权国家有可能会放弃自己的原则 向那个中古时期 曾经将他们团结一起的势力靠拢 那就是教皇 身为福林信徒的我们 应该要特别留意的是 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 他们会同心合议 即使他们 现在彼此之间存在一些差异 但是很快 他们就能够找到自己共同的立场 并起受的权柄团结之下 他们将会整合彼此之间的信仰体系 便会发现大家有共同的基础点 对于圣经之中 清楚明白的交道 愚民阵营 怎能不坚持立场呢 到了最后 这个世界只会有两个阵营 在启示六十四章那里说 上帝的末世子民 也将同心合意 额上写上天父的名 站在食安山上 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 是带领他们的羔羊 也是他们受托要带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信息 对于福林信徒 圣经的理解是关键 我们就是因为对他有共同的理解 才会凝聚在一起 如果 不是因为基督在圣经之中 对于很多事情都有清楚的交道 基督福林摩西日会便不会成立了 在消事上 各教会可以有自己的立场 但是如果牵涉到耶稣和祂的交道 以及我们的使命 福林信徒除了同心合意之外 最无其他选择了 今天的神中访问就到这里了 藉着基督的经历 确实可以让我们与耶稣有更亲密的关系 欢迎明天继续收听